第三百四十五集 今晚季篁出手是因为什么他不清楚 但某人嘛 啊 对了 北斗 七星 待会儿你们帮我把小白和小黑送到我那儿去 叶婉婉摸了摸下巴开口 知道封姐很喜欢那两只 北斗和七星两人也没有多想 点头答应了 叶婉婉回到了凶宅 很快 北斗和七星两人将比鲁斯和斯鲁特都送了过来 七星也不知道是不是察觉了什么 不太放心地盯着叶婉婉 封姐 你真的不会再做什么 叶婉婉连连点头 不会不会 七星还要说什么 叶婉婉的眼珠子转了转 你们俩要是不放心的话 要么今晚留下来陪我啊 七星还没说话 北斗一听 盯着叶婉婉身后阴森森的凶宅 立刻小腿肚子一抖 寒毛都竖起来了 不用了 封姐 我们相信你 绝对相信 拜拜 晚安 说完 立即拉着七星跑了个眉眼 谁想在这种鬼帝望住啊 成功把两个人吓跑 叶婉婉满意地点点头 看来这座快要把他吓得神经衰弱的凶宅 还是有点用处的 叶婉婉正要进门 远处的夜幕之中似乎有一道电光闪光 傍晚的时候天就开始阴了 估计晚上要下暴雨的 虽然这段时间 叶婉婉已经适应了不少 可是一道阴雨天气 这鬼地方的恐怖程度 简直是能把他吓出心脏病来 还好今晚把大白和小黑弄过来了 还能陪一陪他 以免北斗和七星又要念叨个不停 这次叶婉婉没有让他们两个人办事 而是派刘颖帮他去给修罗主送了个信 之后叶婉婉便坐在沙发上 摸了摸大白毛茸茸的大脑袋 嘴角微勾 现在大白俱备 只欠东风 正摸着大白 突然另一只毛茸茸的大黑脑袋 拱了过来 嘀吼一声 一脑袋把大白给挤开了 夜晚晚忙去摸摸吃醋的比鲁斯 好了好了 小黑乖 摸摸摸也摸你 你最乖了 与此同时 阿修罗庄园 江炎战战兢兢的将手里的一封信 交给自家修罗主 这封信实在是有些让他没眼去看 信纸是绑在一只娇艳玉地的红玫瑰上的 信纸上喷着香水 而且还是粉红色印爱心图案的 送信的人说是五卫蒙盟主白风给您的信 愿您几晚见面 江炎垂着头回答 莫名想到上次撞上修罗主和白风在一起的一幕 顿时面色有些尴尬 同时满心的愤怒 五卫蒙居然如此羞辱主上 等主上的谷毒解了 阿修罗定然不会放过他们 只是现在解骨毒的方法迟迟没有找到 竟没有办法动他们 这个白风实在是欺人太深 听说前几天还在大街上公然让计划难堪 现在竟然连我们阿修罗也敢羞辱 赤燕怒声开口 出见 男人的声音异常阴冷 江炎颤了颤 那这信 对上男人阴沉的表情 江炎立即到 我这就处理掉 那个白风不仅给您送了信 居然同时又给季黄送了 简直是 你说什么 坐上 男人阴冷的表情 瞬间如同暴雨前翻滚的阴云 半个小时后 夜晚晚的手指一下一下敲击着茶几 也不知道四夜寒会不会来 为此他还特意让刘颖加了一把火 骗他说同时还要给季黄送信 正想着 门外一阵低沉的脚步声在夜风中响起 敲门声回荡在阴森森的凶宅里 显得这夜晚更加害人 夜晚晚的目光一领 不紧不慢地站起身 吱压一声 大门拉开 夜晚晚笑盈盈地 看着门外面色阴沉到了极致的男人 修罗主大人大驾光临 寒舍旁壁声辉 荣幸直至 对上女孩狡狭的毛子 男人几乎是瞬间清醒过来 自己中了他的技 可 可如果他不来 说不准他真的会去约姬修冉 这种事情他绝对做得出来 所以无论如何 他只有一个选择 想到这里 四夜寒的胸口如同憋着一团火焰在燃烧 没有出口 夜晚晚心情颇好的说 修罗主大人 请进 男人迈步进来 砰的一声 身后的大门被夜风关上 关门 放大白 为了保证效果 他特意把小黑支开了 夜晚晚的目光 激动地朝着趴在地毯上的大白瞅着 大白 可就靠你了 大白野性未除 除了堂堂 以及四夜寒这个主人 对其他人 全都是异常警惕和排斥的态度 他当初也是辛苦地刷了好久的好感度 才能接近的 大白在对待比较亲近的人 和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上 差别是非常明显的 夜晚晚一边领着四夜寒往屋子里走 一边观察着大白的态度 如果修罗主是四夜寒 大白就算不会太热情 但至少他的身体和状态 绝对会是放松的 但如果修罗主是陌生人 大白绝对会对着他警惕地咆哮的 修罗主请坐 见男人的目光落在白虎身上 夜晚晚不动声色地说 这只是我宠物 不知修罗主大人可曾养过宠物呢 不曾 男人面无表情地说 这男人睁着眼睛说瞎话 见大白老神在在地趴在地毯上 眼皮都不抬一下 夜晚晚皮笑肉不笑地说 真是奇怪 我这只老虎若是见到陌生人 必会凶狠地低好 如今见到修罗主您 竟然什么反应都没有 是吗 男人淡淡地朝着对面 趴在沙发旁的大白虎看了一眼 大白虎抬了抬眼皮子 手瞳朝着男人看了一眼 确实似乎没有要攻击的样子 夜晚晚一副预料之中的表情 自然 除非是对待极其亲近的人 以及自己的主人 否则 我家这白虎 绝对不可能是这种反应 不知道修罗主跟我家大白 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还如此熟悉 夜晚晚步步逼问 正准备继续开口 突然耳边传来了一阵 惊天动地的唬哮声 哦 斯鲁特突然嘶吼着逼近四夜寒 极其凶狠地咆哮起来 甚至连獠牙都露出来了 警惕而忌惮地盯着男人 似乎随时可能扑上去 男人端起一杯茶 淡淡地 朝着女孩看了一眼 白蒙主的宠物 反应似乎有些迟钝 夜晚晚瞠目结舌 伴上后 夜晚晚盯着 炸毛死吼的斯鲁特 和对面风轻云淡的男人 简直差点被气炸了 迟钝你妹啊 打败你个戏精 真是物似其主 我看错你了 好 很好 修罗主 您真是厉害 我甘拜下风 不知白蒙主 所言何意 哦 见对方装傻 夜晚晚偏偏还没有办法 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还在低吼的斯鲁特 够了你个戏精 我白对你这么好了 信不信 我带着你改嫁 听到女孩最后一句 男人端着茶杯的手 顿了顿 夜晚晚皮笑肉不笑地 一把抱住大白的脸揉了起来 不对不对 我根本就没有嫁过 又何来改嫁呢 当然是想嫁给谁就嫁给谁了 你说对不对啊 大白 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 大白扭动的被揉的变形的脸 挣脱出来 然后甩了甩被揉乱的毛 哦 管管你女人 男人就好像完全没有听出 她的纸丧骂怀 当然 也不可能会去救某只猛虫 若白蒙主无事 那便告辞 夜晚晚一听 顿时松开了大白 朝着男人走过去 大白虎立即趁机逃出了魔爪 跑了个眉眼 修罗主大人何必着急呢 今日我约您过来 自然是有正事 您该不会是忘了吧 你我身上的古毒再不接 可没几天活了 难道修罗主大人就一点都不担心 那一白蒙主之意 男人目光微沉地朝着女孩看去 依我之言 我上次又说过 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若想要我一情别恋 那自然是万不可能的 所以 我今天过来 自然是跟修罗主 商议解决的办法的 男人眸光如深不见底的潭水 不知白蒙主有什么办法 夜晚晚清澈而耀眼的眸子 盯着眼前的男人 一字一顿地开口 我对计划可是情笔金尖 爱如磐石 山无冷 江水为节 东雷阵阵 下雨雪 天地和 乃干雨君爵 所以啊 如果修罗主大人 想用两情相悦这种方式解读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我对我男朋友 情笔金尖 爱如磐石 山无冷 江水为节 东雷阵阵 下雨雪 天地和 乃干雨君爵 所以 你还是放弃吧 刹那间 时空仿若一瞬间回到了过去 女孩清悦的声音 好像还在耳边 当时女孩还有些怕她 千方百计地讨好她 还曾告诉她说 学校有人追求她 她很乖地回答人家 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 并且跟对方说了那样的一段话 可是现在 同样的话 一字不差 她却用在了别的男人身上 继修染 这三个字 就跟毒咒一样腐蚀着她 是吗 夜晚晚也不知道 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对面的男人 还是那副油盐不尽 毫无破绽的表情 但似乎又好像 给人的感觉 有哪里变了 当然 夜晚晚语气肯定地说 正要继续说话 然而下一秒 唇上却漠然一疼 感受着唇上的炙热 铺天盖地侵略过来的气息 以及工程掠地般 迅速席卷过来的吻 夜晚晚瞬间瞪大了眼睛 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原本她就是被气急了 想着就算不能让她露馅 也要找回厂子气气她 但完全没想到 事情会是这么个发展 更让她没想到的是 男人一吻结束后 居然捏住她的手指 然后就这么牵引着她的手 一颗一颗 解开了她的衬衣扣子 很快 男人的脖子 锁骨 胸口处的扣子 便全部解开了 夜晚晚感觉 自己简直跟火烧一样 满脸的懵逼 只能悲愤不已地 瞪着眼前的男人 靠 过分了吧 居 居然用 用美人计 是吗 白盟主可以试试 面对男人的挑衅 夜晚晚表示 出离了愤怒 美人计可是她今晚的必杀计 怎么到最后 反倒是被她先给用了 这剧情的发展 一点都不可学 不行 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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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的控制权 必须在她的手里 不可以被这男人带着跑 夜晚晚深吸一口气 不去描摸人半裸的胸膛 催眠自己手下 摸着的只是一块石头 强撑着 一副老僧入定般的表情 说道 修罗主大人 您这是何意啊 还请自重 就算你这样 也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我白风 若是喜欢一个人 绝对会对她死心塌地 眼里心里全都是她一个人 而其他美色在我眼中 全都是浮云 我可不是那种会为色索迷的人 世人都道我放荡不羁 实际上我可是个正经人 嗯嗯 话没说完 唇上已经再次被炙热的吻风中 正经你大眼 夜晚晚蹭地跳起来 直接用力地扑了过去 下一秒 砰的一声 两人双双倒在了身后的沙发上 夜晚晚用力将男人压在沙发上 最后几颗扣子被她全部撕开 嗷一声便朝着男人的锁骨处摇去 留下了烟红的小牙印 男人闷哼一声 近乎凶狠的毛底 却是温柔到了极致的温柔和纵容 男人一只手虚伏在女孩的腰间 以免她不小心从沙发上滚下去 白盟主似乎 口不对心 夜晚晚完全不在意 自己分分钟被打脸 哼哼着开口 哼 难怪修罗主大人死到临头了 都一点不着急呢 原来是自询美色 没有你搞不定的人是吧 你以为我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吗 我告诉你 哼哼 你说对了 夜晚晚说着 便朝着男人的唇咬了过去 男人所有的防线 在这个夜晚 在女孩温软的身体 暖香的温度下 彻底崩溃 下一秒 男人扣着女孩的腰身 一个用力 两人的位置已经兑换了 在男人的吻落下之前 夜晚晚没有忘记正事 微微偏开脸躲避 传文说修罗主大人不尽女色 我看修罗主大人您也是口不对心呢 男人面无表情地说 白盟主 我是修罗主 但也是个正常的男人 听着男人这副理所当然的语气 夜晚晚顿时来气了 所以说修罗主大人的意思是 您现在对我 只不过是出于男人正常的伤理反应而已 是吗 男人的神色微微一颤 一时间没有开口 但看表情 却是默认了